接下來我們來看氣體平衡裡面的標準問題 他說如圖 一個可以自由移動的活塞 活塞在這邊 兩端分別放入有四大氣壓的氦氣 跟一大氣壓的氧氣 不考慮活塞跟氣壁的摩擦 在等溫下達成平衡 活塞會移動幾公分 各位你仔細看一下 這個題目跟我們前面講的氣體混合不一樣 他並沒有說這個活塞把它拔掉 讓兩個氣體混合 沒有這活塞從頭到尾都在這裡 這活塞並沒有拆開 好那憑著一點點小小物理直覺 因為這裡是四大氣壓 好這裡是一大氣壓 這裡壓力大這裡壓力小 那這個力叫做壓力乘上面積 這裡壓力大這裡壓力小 那這邊的受力當然比較大 這邊的受力比較小 所以活塞當然是往右洞 所以他現在問你說 如果在等溫下達成平衡 這個活塞會移動幾公分 各位這種問題我們叫什麼 叫平衡問題 為什麼叫氣體平衡問題呢 很簡單 因為當怎麼樣 當這個活塞往右 最後達成平衡的時候 一定是左邊跟右邊兩邊怎麼樣壓力重新相等的時候 那當兩邊壓力重新相等的時候 這活塞就會怎麼樣 就會靜止不動 那再強調一次 各位這氣體並沒有混在一起 這氦氣氧氣並沒有混在一起 所以這個題目呢你不能夠直接套用我們前面講這個氣體混合的這個公式 好那怎麼做呢 那其實回到怎麼樣回到理想氣體裡面最基本的方程式叫做PB等RT 那我們假設用怎麼樣用這個長度來代表它的體積 因為長度乘以這個面積就是體積嘛 所以假設這個活塞呢移動的怎麼樣 移動的是X公分 所以後來左邊的體積叫做20加X 那後來右邊呢 這個體積就變80減的X 這原來左邊20 這個後來這麼個原來呢 右邊是80 後來左邊是20加X 右邊是80減的X 好來接下來 那我們就根據怎麼樣 根據這個條件去列所謂的PV等RT 好假設左邊的氣體 好左邊的氣體平衡以後壓力叫P' 體積叫20加X 那穆爾數多少呢 對齁 這題目其實一開始並沒有告訴我們說 這個穆爾數到底有多少 但是它倒是告訴我們怎麼樣 告訴我們壓力 告訴我們體積 那溫度怎麼樣 溫度固定 所以我可以重新呢 再介入一次所謂的PV等RT 這穆爾數叫做PV除以RT 好來各位溫度其實都一樣 好那R呢長數 所以穆爾數會正比於怎麼樣 正比於PV的成績 所以第一個呢穆爾數比上第二個穆爾數 好正比於PV嘛 這壓力呢 這個四大七啊 體積當作是20 這個壓力是1 體積是80 所以這裡呢穆爾數就是4乘以20 比上1乘以80 剛好80比80是1比1 以這個題目的條件來講 穆爾數剛好一樣 好這個純粹是湊巧 那我們等一下第二小題會來看 那如果穆爾數不一樣呢 那穆爾數不一樣也可以算 好所以左邊這個容器呢 我這樣列 後來的壓力P' 後來的體積20加X 好 等於1穆爾 假設這個穆爾數是1 好 你寫N也沒關係 1乘以R乘以T 那右邊這個容器呢 後來壓力是P' 我們剛剛講 最後平衡的時候一定是兩邊壓力相等 體積呢變小為80-X 好 穆爾數這個1乘以R乘以T 因為一開始摩爾數呢1比1 相等嘛 那我就假設1摩爾1摩爾 你假設N摩爾 N摩爾也沒差 因為這個N最後怎麼樣 最後消掉 好 左邊得到PV等RT 右邊得到PV等RT 怎麼解X呢 很簡單 剛好兩式相怎麼樣 兩式相除 兩式相除 這P'就可以消掉 那我們就可以解出來怎麼樣 這個X等於多少 等於30公分 好也就是活塞呢 往右移動了30公分 左右兩邊壓力一樣 那達成一個新的平衡狀態 好 各位 體會一下 那我們前面講到的這個公式呢 這氣體混合的公式 在這種氣體平衡的問題上 看起來好像怎麼樣 這個不能派上用場 好 但是稍要誤照 等一下我們再來比較 這兩類的問題 那如果呢 第二小題問你說 平衡以後 那壓力到底是多少呢 如果把隔板拆掉 那平衡以後 這個壓力到底是多少呢 好來 各位 那我們剛剛算出 把這隔板往右移動了30公分 那如果問你說 那後來的壓力到底多少 這原來是四大七啊 一大七啊 那後來的壓力多少呢 各位 這個時候還是回到怎麼樣 還是回到PV等NRT 這個題目呢 很可愛 就從頭到尾都用PV等RT 連末數也是用PV等RT 但是呢 我現在要列的是 原來左邊這個容器 好 壓力四大七啊 體積用20代表 好 那NRT 1乘R乘T 那可是我現在要再列一次 後來的左邊 它的壓力呢 叫做P' 好 它的壓力叫P' 體積是20加30 我們剛剛講活塞移動了30 好 所以體積用50代表 那等於這個1乘以R乘以T 那怎麼解除P'呢 各位一樣 兩式相除 好 兩式相除的話 外覽 那這裡4乘以20 80 80-50 8乘以0-1.6 所以呢 這個平衡以後 左右兩邊的壓力 這個P'應該等於多 應該等於1.6大七啊 我們利用什麼 利用PV等RT 可以算出呢 這個最後呢 壓力呢 平衡的時候 壓力是1.6大七 好 那如果我把隔板拆掉呢 如果再继续追问说 如果把隔板拆掉以后 那这个平衡以后 这压力到底有多少呢 好各位 那第三个小题呢 真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气体混合了 你把隔板拆掉 让两个气体混合 混合的话 那我就带P1V1加P2V2 好等于P double prime乘上后额体积 那原来压力四大气压体积20 好这个右边呢 一大气压体积是80 混合以后叫P double prime 乘上体积呢20加80等于100 所以P double prime呢 我可以算出来 叫做1.6大气压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隔板拆掉以后 这个平衡以后压力多少呢 混合以后压力是1.6大气压 好各位 我常讲 那我们算这个范例 那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这个答案 那重点是从这个题目的 这个练习的过程中 我们到底学到什么 各位 你有沒有觉得这个数字有一点面熟 1.6大气压 好像似曾相似的感觉 你有沒有觉得 怎么跟上面这个平衡的时候 左右两边压力1.6大气压一样呢 怎么气体混合以后 跟这个怎么样 跟这个隔板没有拆掉 左右平衡的压力1.6大气压 怎么这两个数字一样呢 这到底是巧合 还是有物理仪存在呢 各位 这就是我让大家想的 为什么隔板没有拆掉 左右两边平衡压力是1.6 那隔板拆掉 混合以后压力也是1.6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两个答案一样呢 这背后 当然是有怎么样 当然是有物理仪存在嘛 这有什么物理仪存在 各位你看得出来吗 来 关键就在于我们前面曾经讲过一个问题 各位你还记得吗 好 假设这个压力P 这个压力P 好 那你告诉我 如果你连通以后呢 压力多少 是P是P 那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过吗 如果第一个容器压力P 第二个容器压力P 混合以后就是P 你气体从压力大流到压力小 可是我压力现在就是一样嘛 所以呢 第一个P 第二个P 混合以后呢 就是什么 就是P啊 好 所以呢 刚刚这两个答案 你还没有拆掉隔板之前 1.6 你想象一下 还没有拆掉隔板之前呢 这个是1.6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如果你把这隔板拆掉 那左边1.6 右边1.6 那你隔板拆掉 那当然还是多少 还是1.6 所以你没有拆掉隔板之前 平衡的压力1.6 你拆掉隔板以后 混合之后 它的压力还是多少 还是1.6 这当然是有物理意义存在啊 那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所以前面的这个范例 算是一个布局 算是一个基础 各位不要忘记 好 来 各位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木耳术相等的情况下 那为木耳术不相等呢 好 那我把这题目呢 就修改一下 那我们也可以算出来 如果这里改成两大气压 刚刚这里是四大气压 这里改两大气压 好 现在呢 这可以自由移动的活塞 两端分别放有两大气压的氦气 跟一大气压的氧气 那不计活塞跟气壁的摩擦 在等纹下达成平衡 那活塞会移动几公分呢 各位 这里压力大 这里压力小 活塞当然是往右移嘛 对不对 好 假设呢 后来这个体积变20加X 右边变80减X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刚刚讲 这平衡问题 其实回到怎么样 回到最基本的PV等NRT 好 我就列左边 叫P'乘上20加X 好 现在问题来了 NRT 温度是一样 墨尔数呢 墨尔数呢 一样吗 其实题目一开始告诉我们压力体积 并没有告诉我们墨尔数 所以墨尔数我们还是回到PV的NRT PV的NRT 真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对不对 好来 各位温度固定 对不对 这个R 长数 所以墨尔数还是正比于PV 所以第一个呢 两大气压体积当做20 所以第一个呢 墨尔数呢 2乘以20 来 第二个呢 压力是1 体积是80 1乘以80 所以40处以80 墨尔数是1比2 所以我们在列方程式的时候 左边容器 右边容器 好 这里要写1 乘以RT 这里是2 乘以RT 因为墨尔数是1比2 你当然可以假设这是N 这是2N 不过等一下相处都会消掉 所以干脆呢 带数字 这个写1 这个写2 好 所以来 你再看一次左边 好 这个左边 这后来压力P' 体积20加X 墨尔数1 这个RT 那这个后来的右边呢 压力P' 体积80-X 等于墨尔数2 从我们这里算的2 乘以R乘以T 好 怎么解X 来 一样 两式相除 两式相除 这个X就可以把它怎么样 X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所以呢 各位 在算墨尔数的时候 我们还是回到了 这个所谓的PV的RT 墨尔数一样 好 1比1没有问题 墨尔数不一样 那1比2也是照算嘛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也看到 那如果温度不一样呢 温度不一样也照算啊 墨尔数不一样 温度不一样 其实都照列 反正就乖乖的 把PV的RT列出来嘛 好 所以呢 这个X解出来答案多少呢 答案是三分之四十 等一下讲以上呢 我让你自己练习一次 自己实际呢 去运算一次 好 那一样 我现在考大家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最后平衡的压力到底多少 如果问说 这个活塞呢 这个移动了X的距离以后 那左右两边平衡压力 那这个到底多少呢 好 怎么算 各位 这个题目呢 很可爱 那就从头给它玩PV的RT 给它玩到底 好 怎么玩 刚刚是后来左边 后来右边 现在是原来左边配 这个原来的左边配 后来的左边 好 好原来压力是两大气压 体积当中20 好 1乘以R乘以T 后来的左边 压力P'多少 不知道 那么刚刚讲 活塞是不是移动了三分之四十 好 20加三分之四十 代表它的体积 末数1RT 各位 这活塞没有拆开 所以两个气体并没有混合在一起 这末数还是固定 那一样两式相处 所以各位 这个我们快要怎么样 快要做一个ending了 好 那你比较一下 刚刚呢 我们怎么样 我们列的是 后来左边 后来右边 可是你要算压力的时候 好 你是列的是 原来左边跟后来的左边 好 那这样P'解出来是1.2大气压 这个数字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把这P'算出来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过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在平衡以后 好 你把这个隔板拆掉 让这个气体混合 那回到怎么样 回到我们前面讲 气体混合的一个概念 如果这里1.2大气压 这里1.2大气压 好 那混合以后呢 那答案还是1.2大气压 所以如果我用怎么样 我用气体混合的方式来算 这22乘以20 好 加1乘以80 好 等于P'乘上100 P'乘上1.2 跟我们前面算出来的数字呢 其实一模一样 算出来数字一模一样 那但是呢 你要这样算有个前提 前提是温度固定 前提是温度固定 如果温度不固定的话 这个答案呢 可能会怎么样 这个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好 所以算的时候呢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尝试呢 尝试 好 等一下再讲以上呢 自己做一次 好 那顺便呢 也复习到怎么样 复习到我们前面 讲的这个基本的概念 但是呢 等一下我们做一题题目 就如果温度不一样 怎么算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题目变化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那等一下我们看到呢 民国88年呢 这个联考考了一个问题 这教授呢 初题出得很用心 他考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 他既不是气体平衡 也不是气体混合 算是在这里面 一个比较高难度的问题 好 但是呢 你要先习惯怎么样 你要先熟悉这个基本的做法 所以呢 这两个小题 让大家比较一下 好 让大家仔细呢 体会一次 所以等一下在讲以上 自己做一次 不懂的部分 再随时回来看影片的解说